近年来,随着中泰两国合作的加深,许多泰国民众纷纷前往中国绝金,将泰国手艺带入中国。 近日,在广西南宁一家泰式按摩店里,宋玉用娴熟的泰式按摩手法配以泰国独特的精油帮客人舒缓身体。 宋玉平日里默默无闻,顾客熟悉的是她的公号,并不知道她的名字。 曾在泰国医院工作的宋玉为赚钱满足家庭开支和两个孩子的学费,2018年4月从泰国孔敬府漂洋过海来到南宁工作。 尽管只身在异国他乡打拼,饱受思念家人之苦,但在宋玉看来是值得的。 工作之余,宋玉喜欢到南宁的大街小巷寻觅当地美食,到公园看看风景,还学习弹奏洋琴,慢慢融入当地的生活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宋玉唱起了一首悠扬动听的泰国情歌,那是她学洋琴时弹奏的第一首曲子。 和宋玉一样,达伦蓬佩刚来南宁时,一句汉语也不会。 为了能顺畅地跟客人交流,他主动和中国同事学习汉语。 一年后,达伦蓬佩已经可以用汉语和客人顺畅交流。 达伦蓬佩告诉记者,来中国工作后,每月最少可给家里寄回五千元,这极大改善了家人的生活质量。 我现在我也教女儿,教那个妹妹,我觉得学中文也可以,要来这里工作也可以,可以赚钱,比泰国好一点。 像我来这里工作,我也觉得帮家里舒服多,每个月都寄钱回去,最少是五千元给爸爸妈妈。 自2004年,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落户开始,从东盟各国不远万里前来绝经的跨国打工者接踵而至。 在这里,每日都上演着东盟绝经者的北漂故事。 宋玉所在的企业高管蒋立余透露,这家企业在广西南宁、柳州及玉林等地开了多家泰式按摩连锁店。 疫情之前,企业最多时,共雇佣了20多位泰国祭司,深受客人欢迎。 当时第一批是有六个左右,后面不是光南宁,在南宁、柳州、桂林等等这些地方,一共大概有20多位泰国祭司。 第一个是客人是觉得很正宗,地地道道的泰国人做的泰式按摩,第二个是能够体验到了这些纯正的泰国文化的按摩文化的服务。 和宋玉、达伦·蓬佩在同一家泰式按摩院工作的谭玉平,来自泰国青莱府。 2012年,谭玉平来到广西大学留学,2015年研究生毕业后,他留在南宁工作。 北漂10年,如今他已成为企业管理层,拥有可观的收入。 谭玉平介绍,和他同一年来到广西大学留学的泰国学生一共有8人,毕业后他们都返回泰国工作了,但现在他们都想返回南宁找工作,说这里机会多。 因为大部分的留学生,无论是越南、老沃、缅甸的留学生,他们毕业后都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。 我的留在中国觉得我还想学习更多的方面。 如果当时我选择回泰国的话,我觉得我能学习到的东西,不像我现在的,能学到的。 对,大家都知道留中国的经济发展,速度算是很快的。 所以我觉得我留在这边的话,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 现在我很多同学回去了,个个都想回来中国发展。 可是现在又是疫情啊,或者他们没有找到更好的机会,能回来在这边生活的。 在南宁打拼,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。 随着泰中双方合作的深入,谭玉平相信,会有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北漂到南宁打拼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